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公读圣马古不应。 耶稣和门徒进了个法文,在安西日,他们就进入会堂教训人, 人们都敬起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像一位有权威的人,跟一般经司们不同。 当时在会堂里有一个负责结膜的人, 喊叫说,纳扎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神者。 耶稣指着他说,不要作生,从他身上出去吧。 耶稣指着他说,是那人抽风大声喊叫着,就从他身上出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为什么耶稣教训的比那些一般经司们的比较有权威? 其实,如果你看这些经司法利赛人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教导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从美色传下来的。 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入他们的圣地的时候, 美色就做了一个,跟天主做了一个盟约, 然后美色就是开始教训天主的人民。 因为那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法律,没有教训,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慢慢开始就开始教,开始教,然后每个职代都在加,在解释。 所以如果你看犹太人他们的教训其实是很整齐的。 但是,他们教训是怎么样的? 就是该做不该做的事情而已。 就是,你该做这样,你该做这样,不应该做,不应该做。 所以他们就是该做和不该做的事而已。 根本是没有那种人性的感觉。 就是好像,真的是像外面法律的一样。 就是,你可以做,你不可以做。 如果你要,你可以这样子做。 如果你不要得到什么大意,你要这样做。 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教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也不是算说不整齐。 但是,他教的东西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常常生活的事。 如果你听他的,你看福音,他教的东西,他给的比喻那些东西,都是跟我们每天生活有关系的。 不是,他没有说,你不能这样子做,你不能这样做。 当然,他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比喻,你去去想。 所以,当他用自己的话来教的时候,当然看到会比较有权利。 比如说,如果一个神父站在这里,一位神父,他讲道的时候,他用其他的人的道理来讲。 你认为,你认为他有没有权利,还是有权威吗? 没有。 因为不是他的话以来的,是别人的。 有些神父,我知道他们这样子做,他们就从藏网,然后就抽出来,就直接讲。 其实对教友不公平了。 因为神父的责任,也是像耶稣的责任,就叫教训,帮忙每个教友,看看如何去活出一个好的生活。 所以,如果一个神父只是单单拿一张纸,这样子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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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不如自己去读更好。 所以,每个人,不只是神父,因为那些教主乐学的,或者牧道班的,也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有那课本,要跟这个课本教,内容是在那边。 但是,我们用的方法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我们给的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的方法是代表我们自己给内容的味道。 如果我们单单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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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也是没有意思的。 但问题现在,主日学,很多老师也是这样做的。 只是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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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那个课本念。 如果我是学生,我是睡着了。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变成一个有权威的人,不只是,不管你有没有教主乐学,或是有没有在教牧道班,或是一个平行主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天主的话语放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活出他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不活出他所教的,我们没有,我们不能说,我现在教你。 经事们就是这样子。 耶稣每次很生气为什么? 他们是讲得到,做不到。 他们可以说,我这样子教你一定要做。 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做。 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敢讲的话,敢教的话,我们应该也敢活出来。 但是,我们自己要选择。 有些是说,因为不想麻烦,或者,因为要活这个好的生活不容易。 很多东西我们要拒绝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人,人是很多要的。 我们要这样有那样。 当我们变成一个好的门徒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要拒绝的。 如果你勇敢的话,你去找圣着自若旺,我们有一个圣医会的圣人,圣着自若旺,你去看他的书。 有一本书是很好的。 他写下来,我们应该拒绝什么。 很多东西的。 如果我们是根据那个,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做天主教徒了的。 因为这是要求很高的。 但是当我们拒绝那些东西之后,天主的恩宠会加倍的。 他,耶稣的权威就是不只是教训。 群众听到,觉得他教训很有权威。 但是过后,他还没有看到,他真的有权威。 因为他一个邪魔的人,他没有问说, 来我帮你,没有。 他只是说,你现在出去,你跟我滚。 所以他是相信自己,他相信他的话,他相信他的教训。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当我们跟别人谈亲事,或者谈关于信仰的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还是我们讲的时候,当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我们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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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答了。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很清楚了解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天主的教理,还有我们天主教的教理,要懂得很清楚。 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只是好像在梦中,梦中走路那种的, 在这来,往弥撒回去,我们往弥撒回去,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就求圣神真的是,开我们的心,接受天主的教训, 让我们真的有那种信心去,出去,不只是传教,分享, 但是真的活住天主要我们活住的生活。 然后,只要一个小说明。 现在,为何是有的 difference between Jesus and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因为,在这里的教训说, Jesus going to the synagogue to teach, 然后,人们都会惊讶, 因为他说他爬得与贺德按照, ról的大疗价, 何时是有所连读的? 若你看了,当作为一段书的教训, 那是有所诈的教训, 因为因为他们来自席靓的教训, 他们来自席靓的国家, 他们来自败的家族。 只知道,他们来自席靓的自席靓的山是奥的需要自席靓, 那时他们来自席靓的道理, 有所谓的席靓音, 而那将来自席靓靓靓, 那将从来自席靓靓的家族, the law of moses and the scribes always say the law of moses the law of moses but here's the thing because over the generations these laws these all these teachings were expanded were were commentated on but the thing is this it is still very clinical in a sense that it is more like a list of dos and don'ts if you want this you must do this you do this don't do this so it's very very clinical you think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many laws you should look at the jewish ones they got like 10 times our law every single thing so which is why when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teach it's like a parrot parroting the laws out that is all they are just repeating what others have said but jesus is different because he uses his own words to apply the teachings of god into the life of the people so there is the difference he can tell the people you must live like this not because of the law but because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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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this applies to us as well i mean i give them example of priest preaching this is a bone of contention among many people because i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criticism about priest homily and i agree i totally agree because there are priests who just copy and paste someone's homily from internet and just read it off the paper what kind of authority is that you're using somebody else's content but if you are preaching from your own experience from what you have learned then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because we know what we are talking we know our stuff this is not just applicable to priest alone but to every single one whether you are sunday school you whether you are rcia whether you're just a normal person whatever whenever we talk to someone we share our faith do we do it with authority or not if somebody's question us with one question and we start to stutter and to and don't know what to answer then we know we don't have an authority to share when we are confident in our faith when we know our faith when we know the content of our faith without without uh you know uh resorting to bully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en we know that we are speaking with authority but that can only come if we are continually open to the teachings of christ in our lives and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our lives because ultimately whatever it is we do in our lives if we are not led by the holy spirit we don't have th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to guide us then it will still be empty because it is still our own words christ promised to send the paraclete the advocate to help us remember his teachings and that is what we need to plead for always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help us to remember the teachings of the lord to apply in our lives so that when we spread the word of god to other people we know we can do it with authority because we too have lived out his teachings and so we continually pray for all of us that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we will continue to lead a life that is worthy of god's calling and to show the world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something still active and alive